生完孩子后,妈妈转身投入到职场的怀抱,那么孩子该交给谁管? 保姆,托儿所,家里的老人,思来想去,带孩子的重任只能交给老人,但老人带孩子一直存在很大争议。 老人带娃的优点,一,父母会比较放心,不会担心保姆会虐待孩子,还能节省很大一笔费用,作为孩子的教育投资。 二,老人的耐心比年轻的父母好,时间也比较充足,能很好地陪伴孩子。 三,育儿经验比较丰富,能清楚地了解宝宝的需求,并且浴室不会慌乱。 四,老人喜欢六班,孩子跟着他们多出去走走,能结交到更多的小伙伴,大大提升孩子的社交能力。 一,老人带娃的缺点,一,饮食方面不注意,会给孩子吃一些不适合他们吃的东西,影响生长发育。 二,在孩子出现烧上烫伤时,会使用抹香油等偏方,加重孩子病情。 三,教育孩子,孩子沿用老旧的育儿理念,不能接受新思想、新观念。 四,由于隔在亲的原因,在教育孩子时,老人会偏袒宝宝,严重影响孩子的价值观。 其实最好的带娃方法,就是多与老人沟通,但要对老人要有足够的尊重,不能用专家的话来压制他们。 尽量多举例子,让老人了解那样做的危害,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 老人带娃虽然能很好地接受我们的时间,但是教育孩子还得自己来,不要让所谓的没时间,缺失了孩子的童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气牛CXYC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